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文明知是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 教师节 在这所学校 我学习和生活了四年 认识了很多和爱可亲的老师 和有爱互助的同学 沃特纳德老师有爱心 负责任 任劳任厌 风雨无助的照顾我们 保护我们 让我学会了忍耐 继日 努力 勇敢 有爱心 做事更要有事有终 遇到困难永不延弃 遇到险举 要有一颗无所畏惧的心 最后至 敬爱的老师们 您在我们心中 是永远软不尽的烛光 是永远忘不掉的失恩 我们今会感激 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 祝可爱的老师们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工作顺利 心想事成 谢谢 考困他 大家好 我叫阿灵珠 我今年九岁 我来自泰国曼谷的 我是瓦特纳威泰来学校的学生 我都四年级二班的 今天 我想对所有老师表导的感谢 在我的生命中 除了爸爸妈妈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就是老师 老师不但给我支持 而想还给了我关爱 记得有一次 我在读幼儿园的时候 妈妈来叫我比较晚 朋友都走了 那时候 我开始惊慌 但有一位老师跟我说 不用担心 我会陪着你 那时候 我感受到老师的关爱 我很感动 对我来说 老师 就像一条河 因为河 对人类很重要 所以老师 对学生很重要 老师 是学生的第二父母 老师很辛苦 为了学生的成长和前途 我感谢老师的鼓励和温暖 我感谢老师 感谢老师 经常典的孩子 我感谢老师 感谢老师 感谢老师 当然 我感谢老师 所以就是我的老师